您觉得咱们北京来讲这房价怎么卖的 反正你让我买房我买不起 是啊 我的房是单位那批这个房改的时候分的房 是 你说你靠一个工人 你想靠工资在北京买套房 你甭想 是 你想都甭想 是 原来那会房价还挺便宜的 我觉得2000年那会 多便宜 那会分我房子说那个就是 三环 二环的 左右的房 两三千块钱一平米 就是两三千块钱一平米 你工人你买得起吗 你也买不起 你他挣多少钱啊 那会挣个一千多 你说挣个一两千块钱 那会好像也好点了2000年 挣个一两千块钱 让你 你说你甭多了 你说这个三千块钱的一平米的房子 嗯 你买五六十平米 这小居 那得多少钱 你算了 15到20万 你拿得出来吗 那时候 刚工资刚高点了 说实在的 你要说那会家里头 你要说拿出 嗯 几万块钱 两三万块钱 嗯 你还凑合 是 你说拿出十几万来 一下 我不知道别人 反正我的我拿不起 一般的都拿了 嗯 就是一般的拿了 是 但是现在这房地儿不涨得挺高的吗 现在这房子 这怎么说呀 就是说 这国家这个这个 这个房地产这个行业 不知道什么原因 再往深的原因咱也说不好 咱就知道这北京买房 买不起 别的不知道 是 这房间为什么这么高 不知道